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为您特别奉上的时事争论节目 语言讲谈 我是宋雪亭 面对日益严峻的垃圾问题 环保局在世界环境日当日公布 澳门环境保护规划2010-2020近期实施及成效评估文本 显示本澳虽环性空气 城市污水处理等六项达标 但废物回收及建筑废料却完全不合格 严重影响到了居民的生活 需要引起当局的重视 本澳废品回收行业 收客观条件限制 地方少人口物 令行业一直以来只可以停留于 有回收没有再做的困境 有不少废品回收商铺 废车厂等无可避免开设在民居附近 而造成大量污染问题 据了解 目前特区政府对废品回收行业的监管 几乎处于空白 缺乏相关的发牌制度及营温准质 未能有效监管废品回收问题 有议员先后督促政府 源头减排等各个环节制定统一的完整政策 事实上 改善废品回收再造 对澳门社会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都有深远的意义 大家好 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澳门有新电视互动新闻台 为您特别奉上的时事政论节目 议员讲谈 我是宋学霆 今天议员讲谈邀请到的嘉宾是澳门立法会议员陈宏 欢迎陈宏 大家好 来干好 以及澳门生态学会会议长何伟天先生 大家好 欢迎何先生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探讨一下有关本澳废物回收等相关问题 那么在今期的立法会上也有议员提出了 对本澳废物回收的这样的一个口头咨询 澳门也是地少人多 那么一些废旧的垃圾场也是不可避免的开设在了民居附近 那么伴随着大量的气微噪音等相关的环境污染问题 也是着实的影响了居民的生活 对此你怎么看呢 陈宏 的确是澳门有很多废物回收站 或者是开设在民居附近的 对居民的生活是造成很大的滋扰 包括一些气微、一些安全 他们有时候是疑似的污染 都对居民产生很大的困扰 市民大家都很逼迟 很希望政府能够在这方面如何能够改善 原因是什么呢 由于现在他们费物回收的这些 他们的申请营业执照 跟一般的申请执照是没有分别的 没有说有什么特殊的规定的 另外一个 政府又没有一些指引 或者是有些行业的规短给他们 因此造成大家的经营上 他们又是依法去做 最多只能够按照民主的 如果他们那些废物是放在行人道路上 民主只能够违反公共规章 这方面去进行罚款 其他都没有什么办法 但是由于他们真的在民居 跟居民是很接近的 有些是在楼上就是居民 所以对居民的日常生活影响很大的 甚至有些居民 从期我们又不敢开窗 又不敢什么 这个问题的确要引起政府充分的重视 何先生您作为生态学会的会长 您怎么看这种非旧物品回收站的二次污染 我同意陈议员刚才所说的 确实是这些废贼物品 因为政府这么多年来说 都没有一个很宏观性的政策 究竟是在城市规划里面 这些废贼场所应该放在哪个位置 是否应该要远离民居 究竟有哪个主管部门来管 哪些是可回收 哪些不可回收的 这些分类和措施 是没有的 就变成了现在正如刚才 陈议员所说 这些回收场 现在基本上是民政总署作为一个对口单位 包括收车场 这些民政总署早几年都在说 他们准备推出一些法规 将这些收车行业集中在工厂大厦里面 但都看了几年 听到楼梯响就未见到人下来 至于上一两个礼拜 环保局也公布了 澳门环境规划的执行情况 唯一不达标的就是资源回收 我觉得政府已经重视到问题了 正如刚才开场主持人和陈议员所说 因为澳门地少人多 加上我们最重要是有3000万的游客 每年是澳门 我们产生的垃圾量是很大的 但是我们没有更多土地去做一些填埋 或者堆填 现在就变成了好像没有网管的状态 最主要是政府没有一些地方可以提供出来 例如做一些环保回收员 或者环保工业大厦 能够将所有的这些处理废购物品的行业 全部迁入去中 好的 那么此次公布了 政府也是公布了这个澳门环境保护规划的 刚才所说的近期实施已经成效的评估文本 那么显示环境空气以及城市污水处理等六项是达标的 那么其中的废物回收以及建筑费量均是不合格的 那么对于这个结果您是怎么看的呢 其中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其实呢 其实呢 这个不特标呢 第一个我首先觉得呢 一个法律规章是不健全的 那这个呢 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那第二个呢 就由于呢 它对这个分类回收呢 它没有有因 就是说我分类回收了之后 那我几种物品分了之后 那我能够换取什么呢 那这些呢 来说呢 其他先进的国家或者地区呢 它们有这一方面的措施的 譬如说呢 我生活的垃圾 可以换一些日常的用品 这些呢 那这些呢 通过法律法规呢 其实是去健全的 那这一方面 如果能够做得到呢 首先做得到的话 就有这个有因 那我们的闺民就乐意去做了 那第二个方面呢 就是指引 分类的指引要很清晰才行 那哪些到底呢 是哪些分类 那现在呢 我们是好像有设了几个不同的分类 三个垃圾堂 或者是四个现在多了 一个玻璃瓶 是这样的情况 但是是不是每一个澳门人都知道呢 那个宣传足不足够呢 这一方面的推广足不足够呢 那他们分类了之后呢 中途他们怎样收呢 收回来 末端怎样处理呢 那是不是有一系列的这个管理呢 又涉及的一个管理 和这个回收的这个问题 如果不是呢 一般的市民 我是在家分类了 那最多我就给了一个管理署 那管理署呢 怎样和中间到最后的这个环节呢 中途还有一个运输 到最后处理这个很多的环节的问题呢 但是呢 这些呢 如果是政府不去主导 不去做的话呢 那我相信呢 很能达到这个很好的后果 对这个结果 何先生你怎么看呢 刚才你主持人 你提到这个建筑垃圾方面 我觉得最主要就是 第一 澳门的经济发展 很多大型的建设 包括公共工程 赌场工程 那会产生很大量的这些建筑费物 那你看看呢 现在堆填区 其实爆满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建筑垃圾它过多 每年的增长量太大了 令到我们加快了爆满的速度 第二个呢 就是在建筑垃圾爆满呢 除了刚才说工程的原因 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澳门的楼的厌收 它有个怪圈 它就是说一定要装修好 才可以交楼的 但是如果好像我们国内 我们可以交无胚房的话 那其实呢 你看到了 市民很多时候搬进去 重新是装修一次的 将原先的装修拆完 自己再装修一次 其实这个已经是一个二次的产生垃圾 那为什么我们公务部门的厌收的时候 我们不可以改一改的思维呢 我们可以 比如说无胚房我们可以接受的 那起码市民 他自己在装修进去的之后 自己再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装修 就减少了一次的这些大策大建的影响了 那起码在家居的建筑垃圾方面 我们可以减少了很多 好的 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民政主署是执行 这个资源垃圾分类的这样的一个回收计划 那么从1999年到至今已经有14个年头了 那么其实工作基本上还是流于表面性质的 就是在一些公园和一些街道设置这样的分类回收的一些设施 那么其实成效其实并不是很明显 是不是 嗯 其实我都觉得成效不是很明显的 原因就是没有一些系统性 我觉得是没有系统性 那怎样叫做有系统性呢 我觉得就应该第一个 我刚才不断地强调法律法规要健全 第二个就是一个宣传教育一定要做得到位 你是不是有一个分类的小策子 每家屋每户 每一个小朋友 从小时候做起这些 他们都知道 是不是 那个学校的老师 他们都知道 怎样引导小朋友 救助小朋友 怎样进行垃圾分类 这些前期的工作是很重要的 这些是要全面一点 第二个 即使现在我们看到有些地方 就放一些分类的垃圾框 但是又不是覆盖整个澳门的 所以在这一方面 还有很大的进步的空间 另外一方面 对那个游客 因为现在我们有三千多万的游客 对游客的这个宣传 这一方面都是要下些功夫才行的 所以方方面面是要进行配合 我觉得这条路是一直要走下去 要不断的去检讨 现在虽然有些死区帮手 或者有些大厦是管理串 都帮手做一些分类维修 但是做得不彻底 而且这个面不够广 宣传推广这方面 还要多些功夫才行的 小冊子这方面 都希望能够做多些分类的 对这个问题您是怎么看的呢? 我比较了民政总署和环保局 其实两个部门都有做资源纳萨分类回收 我比较了两个部门 我就发觉好像环保局那样 他比较注重和街种工联 那些基层组织合作 他们推行一些奖励性的 一些有道性的 搞得比较成功 比如说环保分 环保大使 在这方面我见到环保局 在基层上做得比较成功 特别是注重宣传方面 民政总署搞了五六年 他都有入校 但有些校长都跟我投诉 就是说民政总署 放了资源纳萨分类回收的设施 他又不负责清理 又不负责去处理 不完之后又不处理 那变成了学校就有些怨言 可能现在又会改善到 即学校提了意见之后 但纯粹这样去比较 我们已经比较到资源纳萨方面 另外我再举个例 就好像厨肌这方面 好像民政总署 他放在街市的厨肌 或者放在学校 他就是我放了就算了 他又不会好像环保局那样 环保局就会是租培勤 环保局不单是放厨育 更重要是学校和社区的环保教育宣传 怎样去宣传 在源头减少食物浪费 减少产生厨育 在这方面进行观念性教育工作 民政总署比较着重于操作性 反正我放了一部机器 你就扔了 至于后面的培训和宣传教育 他就没有 在这方面提到两个部门 就是说用心去做好一件事 和不用心去做好一件事 分别在这里 好的 那么相关议题 我们稍后讨论 广告回来 我们一起听一听市民的心声 欢迎回来 大家好 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澳门有线电视互动新闻台 为您特别奉上的时事政论节目 语言讲坛 我是宋雪亭 也有许多市民踊跃的参与到我们的互动民意咨询平台上来 有市民就反映了目前特区政府对废品回收的行业的监管几乎是空白 那就是说他们有关的场所只需要申请一般的音乐执照就可以进行营业了 那么对于监管的这个问题政府是不是可以做多一些呢 其实呢 那个在多次立法会会议当中呢 我都向政府提出的 那么在这个行业当中呢 其实涉及到称家民户的 涉及到这个行业的发展的 那么所以呢 政府一定要重视 好像呢 收车场规章 说咨询 咨询了很久了 但是呢 到现在呢 那个一零年咨询了 到现在呢 三年多四年过去了 那到未呢 是推出这个方案的 那是有必需要呢 是加快进度去做好的 那对于呢 是我们说废物回收的这个行业呢 其实呢 还有很多呢 是需要做的 比如说法律法规的健全 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对这个行业 我们怎么样呢 是扶持它能够健康的发展 那我们现在呢 那个社会的发展之后呢 我们很多呢 是要投入 或者是技术上面 对他们呢 是做出一些支援 那那除了技术之外呢 在这个设施设备上面 要怎么样呢 对他们呢 是有一个呢 是培训 或者是指引 那这些呢 都需要呢 是政府呢 牵头 或者是提供一些 技术上面的支援呢 是给行业的 那让这个行业呢 能够健康的发展 而且呢 是有发展的空间 嗯 好的 那何先生 其实政府是不是需要在监管方面 就是加一些 譬如说发牌制度 或者是有一些的运营准则呢 正常来说呢 这些这样的场所呢 一定其实只能够开在工业大厦 或者工业大厦的铺位 现在呢 政府就缺少了监管在哪里呢 他现在甚至是一些 居住的大厦里面呢 他租个铺位都可以做了 其实这个已经是违反了 政府的相关的法规了 不过没有人去监管 没有人去监管 最近有一个事例呢 就是北区的 新开了一间那些回收商号 那因为他们用一些 就是很原始的一些处理方法 有噪音啊 臭气啊 这些影响 那方会组织啊 和居民就即时打电话给环保局 环保局都下去了 那就是看过他们的一些程序 比如说哪些产生一些臭味的 或者工序搞得不好的 那他就要他整改 但是因为他不是发派部门 他没有办法去停止他去运作 或者是这方面 而且呢 他也都没有相关的一些法规 比如说你达到什么标准呢 你就是超标的 因为现在暂时在咨询中 就是完成了咨询 就是重大空气污染源的咨询 那这些不属于重大的呢 这方面呢 就暂时还没有一些相关法规 那所以在第一 在发牌方面呢 不是环保局他管不了 第二 没有相关的法规 那哪些真是管这些呢 我觉得是民政总署也好 经济局也好 只要他不是在这个工厂大厦的 其实你都不应该发牌给他 都应该要取替他 那这个才是真真正的去保障 那些附近的居民的健康 那么近些年来就是澳门的人口 也是不断的增加 经济发展的同时 垃圾也是越来越多了 那么其实最积极的做法就是 拨出土地就集中这些垃圾去回收 但是澳门地小人多也是寸土尊心 长期以来这种方法可行吗 陈源 我补充一下 其实刚才我都很认同学生所说的 对这些场所真的要有指引和严格的金管 因为是涉及到很多老百姓的健康 安全等等 所以政府在这一方面 我说的这个法律法规 真的是很急切的要去做的 刚才说到的 关于我们千家万户的这些环境的问题 废物的问题 其实政府现在目前可以做的就是 源头减废在这一方面 因为垃圾堆填区 你再做得多 你永远是没有办法去满足到 如果你是无限量的去这样制造垃圾的话 你再多的堆填区都没有用 那只能够去做源头去减废 这一方面是多的功夫 还有是有些限制给人 比如说包装 那些食物也好 其他的物品也好 是过度的包装 那我们应该要限制 等等的这些东西都需要 政府有个指引 比业界也好 或者是比居民也好 那如果能够从源头 是减废这一方面 能够去做得到 那我相信 已经能够减少了一大方面的负担 另外一方面 垃圾堆填区 当然不断不断的有垃圾的制造出来 特别刚才说的建筑物料的垃圾 真的很多 现在每一天 听说澳门有20万平方米的建筑物料 这种费物 那这个情况怎么办呢 那是否要从源头去做起呢 对于这个从源头做起 你怎么看呢 我很同意陈议员所说 源头减废这一个 因为其实所有的东西 如果你在源头那里 已经减少了的话 那你最后想要堆田也好 想要焚化也好 量是少了的 比如说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 大概我们现在每日 产生的生活垃圾 大概是1000吨左右 那有三分之一是厨余 就是我们吃剩的果皮 那如果在源头那里 我们减少了 因为这些全部都是 可以变成一些肥料 可以再回收利用的 又减少拿去这个焚化炉那里 那如果我们能够 将这三分之一减少了 我们起码减少了 就是减少了三分之一 拿去焚烧和堆田的量 那第二方面就是 针对现在最大规模的 这个建筑垃圾方面 其实政府 环保局已经说 今年会推出这个 按量收费的一些咨询 我记得日程有说过这方面 我想这方面 尽早拿出来向市民咨询 我觉得市民是支持的 只要你有规有矩 应该是怎样来收费 怎样的 自然这些产生建筑垃圾的 业主也好 公司也好 他就会知道 原来我产生得越多的垃圾 我要给越多的钱 自然有很多方面的东西 他就要减少浪费的了 那么在近期的立法会上 也是麦瑞全议员也是提出了通过区域合作的方式 解决澳门地小的问题 在恒晴和一些跨境工业区 设立这样的一个环保产业园的方式去处理过多的垃圾 从而形成这样的一个产业 你怎么看呢 区域合作是一个很好的概念 提供澳门一个很好的机会 这个环保产业 其实是需要我们一个是重视 另外一个是大有发展的空间 如果是政府有足够的重视 和扶持有这些政策的话 应该来说是有很大的发展的空间 我觉得如果能够在恒晴有这样的地方 加上技术上面的支援 设备上面的使用的指导等等 我相信都会发展得好的 这个问题何先生怎么回答 我觉得陈议员也好麦瑞也好 他们的提议或者动议意见 我觉得我应该很支持 不过在现实来说 我觉得比较难达得到 第一 环琴岛在它的发展定位方面 它是以一个生态岛、环保岛为主的 环保工业园 其实多多少少都是有 但是有些污染性的性质在 对环琴来说 和它的定位不相符 可能它在这方面 就不是很欢迎我们进去的 至于跨境工业区青州那里 其实它是以一些商品展示 贸易为主的 在这方面来做一个环保工业园 可能珠海那边也不答应 我觉得区域合作 现在目前已经公布了 政府公布了区域合作 将建筑垃圾分类处理好之后 就运去台山进行一些田海 这方面香港已经做了十多年 都是香港的建筑垃圾 通过筛选 武害物质 就送过去这个进行田海 这个行之有效的 我们希望澳门在建筑垃圾这方面 尽快实行到 起码就腾出这个堆田区的容量 去容纳一些我们暂时未可以区的处理 那么在其他国家 如日本新加坡 他们的环保意识都很强 那么对于澳门市民 他们的回收方面的一些意识和执行力怎么样 澳门其实这几年 市民的环保意识 其实慢慢在这里是加强的 包括学校加强在这方面的教育等等 学校其实都是很重视的 其他国家 譬如日本 我们说的德国 在这方面都做得挺好 其实他们都经过一个漫长的时间 我分查资料看到 日本都经过十几年 德国都经过四十年的奋斗 才能够达到今天的成果 我相信如果澳门 大家的同心协力认定这个目标 主要在理念上面 观念上面 要重视这个环保 我相信大家一起携手 能够做得好 对于其他国家 我们可不可以借鉴一些 其他国家 包括香港 台湾 他们在正月强先陈与言所说 其实他们最主要的着力点 就是在学校的环境教育方面 包括我们澳门也是的 在我们做一些环境意识的调查的时候 发觉 学生的环保意识是最高的 也都他们愿意 而负主要行动的最高的也是学生 反而我们时下的年轻一代 他们反而在做这方面的意愿 相对来低 所以我觉得 学校的环境教育是最重要的 比如说能不能在学校 每个学校都有它的环保小组 甚至把环保教育作为其中一个通识教育 公民教育作为一个常设的科目 都是各个学校的领导 我建议他们考虑 今天多谢何先生和陈议员 参与我们的议题讨论 也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议员讲坛 我是宋学平 我们下期再会